大家好,我是Will,欢迎来到X调查 在朝鲜半岛西南海域坐落着一座美丽的岛屿,季州岛 这是韩国最大岛屿,也是一个旅游圣地,由东方夏威夷之美称 季州岛风景优美,拥有着独特的民俗文化,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在韩国西北部京畿道坐落着该国的第三大城市,仁川 它位于首尔以西40公里,是一座重要的港口城市 其西北部的人川港是韩国主要的贸易港口 这里有着现代化的设施,也是海上运输的重要枢纽 在仁川市南部的安山市,有一所公立学校,谭原高中 2014年,谭原高中的325名二年级学生即将举行一次为期四天的休学旅行 他们计划从仁川港出发,乘坐游轮前往季州岛 在那时,仁川港停泊着这样一艘大型游轮 其前身是日本大岛运输诸事会社的波支上号 已经航行了18年,之前从未出现过问题 后来这艘游轮被韩国青海镇海运公司买下 社长余秉燕亲自将它命名为四月号,去超越城市之意 从名字中可以看出,社长余秉燕对他有着远大的期望 旧船改造是个大工程 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四月号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增了仓室 五层甲板中,第一、第二层是货舱 第三、第四层是客舱 第五层是驾驶室和船员舱 社长余秉燕爱好摄影 在船头有一处艺术画廊专门展览着他的作品 改造后的四月号全长146.61米 宽22.2米,高14米 排水量6825吨,满载人数960人 还可运输987吨货物,是韩国同类货轮中最大的 事发一年前,十月号正式投入营运 专门往返于仁川港和冀州岛 每周三个班次,他的时间安排经过精心考虑 通常在晚上六点半驶离仁川港 次日上午8点抵达冀州岛 旅客能在船上美美地睡上一觉 不耽误第二天的行程 2014年春天 安山市檀元高中的300多名二年级学生 坐上了巴士 他们即将前往仁川港乘坐邮轮 所有人都对这场旅行充满了期待 然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他们身上即将发生一场世纪灾难 2014年的4月15日 这天是个星期二 傍晚时分 檀元高中的学生们早早地抵达了仁川港 他们排着队 推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 在码头准备登船 他们即将乘坐的邮轮是奥哈马纳号 然而天空不作美 起航前港口突然起了浓雾 海面能见度不到一公里 出于安全考虑 航管中心发布了警报 暂缓船只在夜经航行 港口停靠的10艘船都被紧急叫停 同学们一边聊着天打发时间 一边望向云雾缭绕的海面 祈祷农物能尽快散去 等了几个小时 时间来到晚上8点半 此时农物渐渐散去 天气慢慢渐好 也许是出于安全考虑 奥哈马纳号迟迟没有出航的意思 焦急等待的学生们 开始焦头接耳的讨论着 一阵不安的情绪开始蔓延 这天晚上原定出航的船之中 有一艘名为 四月号的大型游轮 它是奥哈马纳号的姐妹船 隶属于同一家公司 结构大小相似 由于装载了大量货物 四月号急需赶往济州岛 于是在第一时间请求出航 在重新评估了天气条件后 航管中心解除了限制 四月号成为了当晚 唯一一艘获准出航的邮轮 此时四月号上已经登上了100多名乘客 但上面还有许多空船舱 足够容纳谭原高中的师生 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旅行计划 在与船长商量后 学校临时决定放弃奥哈马纳号 改成四月号前往济州岛 听到这个好消息后 学生们响起了一股欢呼声 大家纷纷打电话或发短信 把换船的事告诉了家长 300多名学生推着大大小小 五颜六色的行李箱 怀着激动的心情 陆陆续续登上了四月号 大部分学生都是第一次 乘坐这样的大型游轮 他们打辆四周 对一切感到好奇 还有一些调皮的同学 忍不住轻轻敲打栏杆发出声音 大家有说有笑 觉得十分有趣 在船员的引导下 学生们来到了第四层 这层控房是专门 为谭原高中学生准备的 老师则和船员一样 住在第五层 其他散客被安排在了第三层 学生们排着队 进入了第四层客舱 长长的走廊 一眼望不到尽头 一间间客舱 整齐的排列在两侧 推开一扇舱门 映入眼帘的是镜头的闲窗 透过它便能看到海面的风景 床铺的设置很像学生宿舍 每个船舱里有八张床 分上下铺 分裂在门的两边 过道有些狭小 但房间里很整洁 没有其他多余的布置 学生们对一切都很满意 他们很快放好了行李 有的躺在卧铺上 有的透过闲窗望向海面 十月号的船员们正紧张地坐着出发前的最后准备 与船舱里的热闹不同 这天港口一片寂静 只能听到十月号引擎微弱的轰鸣声和海浪声 虽然海面上还有一层薄薄的雾 但十月号被获准放行 只见其船矛缓缓收起 一切准备就绪 即将启航 晚上九点随着一阵汽笛声的响起 十月号缓缓的驶离了仁川港 向目的地冀州岛进发 看着海岸线越来越远 船舱内的学生们激动坏了 韩国教育内卷非常严重 学生们每天学习非常辛苦 这次休学旅行 对他们来说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放松机会 海风的自由 冀州岛的美景都让他们深深向往 十月号驶离港口后 有人结伴来到甲板 在黑夜中吹着海风 感到无比惬意 有人拉上朋友前往船上各处拍照留念 有人留在船舱吃着零食聊着天 还有人关起灯来 躺在床上听鬼故事 位于第三层的中央大厅里热闹非凡 有两位菲律宾助唱歌手 正为大家演出 美妙的旋律回荡在整个大厅 大家举起杯子 庆祝成功启航 晚上十点所有乘客被邀请到甲板 观看了一场盛大的烟火秀 随着一道耀眼的光芒冲向夜空 火花在黑暗中绽放 点亮了夜空 绚烂的烟火带走了学生们的烦恼 第二天恰好是一位老师的生日 学生们为此特地熬夜到了凌晨 时钟的指针刚刚走过五月十二点 学生们便迫不及待地拿出蛋糕为老师庆生 他们一起拍下了照片 留下美好的回忆 漆黑的夜幕中 四月号是唯一的夜色 慢慢地 大家进入了梦乡 时间来到第二天 早晨八点半 学生们陆续从睡梦中醒来 有些人前往了第三层中央大厅享用早餐 此时的四月号依然在海面上航行着 已进入了蒙古水道四公里处 这里位于真岛与蒙古岛之间 有着强劲的水下暗流 此时海面风平浪静 航程也已经过大半 不出意外 船只将在两个小时后抵达激州岛 然而变故就在不经意间发生 八点四十八分 船舱内的学生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晃动 此时甲板上成堆的货柜被甩入了水中 发出一声声沉闷的响声 高高见起的水花猛烈地冲刷着船体 更令人惊恐的是 在摇晃发生了几十秒后 船体仍然没有恢复平衡 此时整艘船向左侧倾斜了30度 在第三层中央大厅吃早餐的乘客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一个接着一个倒在地上 在船舱内的乘客和物品被甩到了一边 几乎无法站立 走廊上到处都是摔倒的乘客 许多人受了伤 唐元高中二年级学生崔德夏 此时正在第四层走廊中 他被突如其来的晃动甩到了地上 意识到情况不妙 在事故发生的四分钟后 8点52分 他用手机拨打了119 崔德夏平时是一个十分冷静的男孩 即便遇到急事也不慌张 但此刻的他声音却在颤抖 音调也拔高了许多 他想尽办法让自己克制住内心的恐惧 尽可能地向接线员说明船上遇到的状况 崔德夏怕自己没讲清楚 就把电话交给了身旁的一位老师接听 哪知道这位老师表现得更为慌张 无法冷静下来 只是不停地喊救命 没能向接线员传达有用的信息 手机交还给了崔德夏 接线员在了解了基本状况后 将电话转接给了靠近事发现场的 慕普市海洋警察厅 慕普市是韩国全楼南道的港口城市 事发地点就在慕普市的管辖范围内 接线的海警误以为崔德夏是船员 便不断询问他所在位置的经纬度等专业问题 崔德夏听得满头雾水 他尽量将自己了解的情况描述给海警 告诉他们船上有300多名学生请求支援 值得强调的是 崔德夏是4月号上 首个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的人 比船员还要早 在崔德夏向外界求救的同时 船上的广播响了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 这段话在事故发生的一个小时后 不断重播 重复了至少十几遍 8点55分 在崔德夏向外发出求救的三分钟后 大副江源直才向冀州航管中心发出求救信号 请对方通知海洋警察厅派遣救援 几经辗转 8点59分才联系到了木浦海洋警察厅 而先前他们已经接到了学生崔德夏的呼叫 已经派出巡逻艇前去救援 船舱里到处都是手足无措的学生 摔倒的同学靠在墙边艰难的站了起来 广播里让大家留在原地的指示 也让学生们稍微安下心来 在老师的安抚下 大家慌张的情绪渐渐平复 每个人都听话的坐在原地 不敢随意移动 相信船只很快会恢复平衡 船舱里的气氛异常沉闷 船只仍然处于倾斜状态 此时船舱里突然有人笑了几声 打破了诡异的宁静 大家开始用轻松幽默的语气互相打趣 彼此鼓励 用坚强乐观的心态 等待救援来临 事故发生的19分钟后 9点07分 距离4月号更近的征岛港航管中心 接到了大副江源直的求助 一直到9点38分 征岛航管中心一直与江源直保持着联系 他们要求船员立即通知所有乘客 穿上救生衣组织逃生工作 事故发生的25分钟后 9点13分 4月号的倾斜不仅没有停止 反而更加严重 此时船只倾斜的角度已经超过了50度 但救援仍然没有来到 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 4月号广播里 那句让大家原地待命的话 还在重复播放着 广播里还强调 檀元高中的师生们 请不要轻举妄动 除此之外 没有进一步的指示 船舱里的气氛很不对劲 大家感到深深恐惧 在老师的协助下 学生们纷纷穿上救生衣 走廊上已经无法直立 同学们几乎是坐在墙壁上 心中越来越害怕 事故发生的半小时后 9点18分 有学生透过闲窗 看到一艘红色的邮轮 它的出现点燃了所有人的希望 随着救援船只不断靠近 大家通过通讯群组奔走相告 有人不禁喜极而弃 这艘红色邮轮是杜拉王牌号 是离事发海域最近的一艘船 它接到了征岛航管中心的求救要求 立即全速驶来 它是当天第一艘到达现场的船只 此时从4月号上掉下的货柜 漂浮在周围 阻挡了杜拉王牌号的靠近 该船船长在最大限度靠近的情况下 提供了救生衣和救生艇 已经近在咫尺 但4月号船员根本没有组织疏散 偌大的甲板上一个人也没有 到达5分钟后 杜拉王牌号将情况汇报给了征岛航管中心 对方便继续要求4月号船员疏散乘客 但大副将原职却说广播设备发生故障 还说乘客数量太多 担心撤离后无法获救 在得到真岛航管中心的多次保证后 船员依然没有组织疏散 反而继续提示乘客们留在船舱内 又过了两分钟 真岛航管中心再次要求 4月号船长李俊熙立即决定是否撤离 但李俊熙没有答复 只是在不断重复着船只的状况 在此期间 通讯员使用广播 多次要求乘客不要移动 天空被乌云笼罩 一种不祥的氛围盘踞在每个人的心头 每秒钟都显得格外漫长 从9点32分起 陆陆续续有一些民用船只 抵达现场协助救援 在真岛航管中心的统一指示下 这些船只纷纷为乘客放置了救生艇 木浦海洋警察厅 123号巡逻艇 与B5120升级也赶到了事发点 但他们都没有和4月号直接联系 没有人试图进入船舱 4月号上的乘客们 没有听到行动指示 都不敢出来 整个救援过程显得非常奇怪 没有能够有效协调 彼此不知道对方的意思 一些船只就这样在10月号周围徘徊 迟迟无法展开持救 大家就这样眼睁睁的 看着这艘大型邮轮慢慢倾斜 9点35分 距离船只倾斜已经过去了47分钟 此时客舱内暂时没有海水灌入 周围有那么多船 如果有人指挥大家有去离开 一定可以获救 但现实并非如此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谈员高中的学生们越发感到恐惧 不到一分钟 事态急转直下 顷刻间海水冲破第三层甲板 不断灌入走廊和船舱 4月号继续向左倾斜至62度 走廊上哭喊声哀嚎声此起彼伏 有两位老师不幸被水冲走 在死亡面前 学生们情绪濒临崩溃 有人开始语无伦次地喊着爸爸妈妈 一些家长通过手机讯息 得知了孩子们的状况 家长们放下手头工作来到岸边 双手核实祈求苍天 让孩子们能够平安归来 湍急的水流声下 原地待命的广播还在播放着 仍然没有人进入船舱营救 一些乘客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 他们开始仓皇向外逃跑 此时试越号倾斜速度加快 顶层甲板已经贴近海面 9点37分 试越号船长李俊熙 最后一次向真导航管中心 报告了倾斜状况 随后外界与试越号的所有通讯结束 此时三名海警驾驶着小型橡皮艇 小型意义地绕过货柜 努力地靠近试越号 10分钟后 橡皮艇成功接近试越号甲板 9点48分 他们救下了第一批受困者 而他们根本不是乘客 而是包括船长李俊熙在内的八名船员 9点54分 试越号左舷闲线 完全被水淹没 但大部分学生依然遵循着广播的指示 在原地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少部分不听话的学生 趁还能行动 努力摸索着顺着走廊移动 在一名好心乘客的帮助下 几名学生抓着消防软管 成功逃到了甲板上 等待直升机救援 10点03分 试越号倾斜已经超过了70度 事发时 有些学生被困在了三楼中央大厅 海水肆虐地拍打着玻璃 并源源不断地灌入其中 这里有大人 有学生 有年幼的孩子 由于船只倾斜 大厅地板几乎要垂直于海面 这种情况下 只有抓住消防软管 往上爬20米 才能获救 一些乘客用尽全力向上逃生 在几名好心乘客的帮助下脱困 但有一些人 因体力不支 没能获救 很快海水没过了大厅 一大批人淹没在了汪洋中 事发时 渔政指导员 朴生姬 正在事发点40公里外的海域作业 取缔非法渔船 听闻 试越号上发生事故 他立刻调转方向 驾驶着全罗南道 201号渔政船 全速赶赴现场 10点04分 他抵达了事发海域 此时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76分钟 眼前的景象令朴生姬万分诧异 只见试越号几乎要侧翻 上方有两架直升机在盘旋 周围有20多艘船 但他们都在原地不动 没有一艘上前参与救援 来不及思考原因 朴生姬驾驶着船 静止靠近了试越号 因为他发现 船尾有大批乘客在等待救援 他冒着生命危险登上甲板 与同事一起成功救下了28人 他的全罗南道201号渔政船 亮着警示灯 附近等候的20多艘民用渔船 见状后 以为是政府派遣的救援船 开始行动了 他们才愤愤靠近试越号展开救援 接下来的15分钟 这些民用渔船 陆陆续续救起了120人 发挥了最大的救援作用 上午10点15分 一些乘客来到甲板上 此时试越号已经倾斜超过90度 即将翻倒 情况十分危急 这些乘客鼓起勇气 跳入冰冷的海水中 被救起后 他们丝毫没有劫后余生的喜悦 大家因寒冷和恐惧 连哭的力气都没有 直到回到岸上 才忍不住失声痛哭 两分钟后 情况急转直下 时间17分 越过垂直状态的试越号 完全轻浮 只剩下幼闲还在海面上 舱内的学生终于意识到 不能再听广播的指示了 转瞬之间 海水淹没了第四层的甲板 这里有40名学生在等候 他们抓住最后一次逃生机会 顺着水势 拼尽全力向周围船只游去 吸出获救 但剩下的学生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们的舱门 因水压无法打开 已经失去了最后的逃生机会 船舱里只听得到海水冲刷声 和凄厉的残叫声 学生们拼命地拍打着窗户 纷纷哭泣着 有人用手机给父母发送了遗言 船正在倾斜 爸妈 我想见你们 这是某位家长收到的最后一条短信 之后与孩子彻底失联 四月号轻覆后正在缓慢下沉 靠近的船只和人员 稍有不慎就会被吸入其中 10点18分 海警开始管制 不允许任何船只靠近 事发的92分钟后 四月号完全轻覆 于正指导员 朴生机不停地环顾四周海域 但没有见到乘客 正当他转身要离开时 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呼救 他叮叮一看 是一位穿着救生衣的男学生 正听尽全力地呼喊 男生所处的位置离四月号很近 随时可能再被吸入海中 冒着危险 朴生机调转方向 以最快的速度驾船冲向他 将其救起 在四月号下沉的几分钟内 朴生机成功救起了 最后一位幸存者 他是檀元高中的 二年级学生朴俊赫 船只轻浮时 朴俊赫还在船内没有逃出 他拉着一位女生 一路顶着水流艰难的前进 此时船内上下颠倒 根本不知道出路在哪 眼看船舱就要被水灌满 他决定拼死一搏 两人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 但船只下沉造成的水流 把他们冲散 潜水十几秒后 朴俊赫幸运的脱离船只 慢慢浮上海面 而女生则消失在了 黑暗的大海中 轻浮的58分钟后 11点18分 船体几乎没入水中 只剩下蓝色的球状船首 陆在海面 事故发生后 相关部门相继组织了应变作业 这些部门虽然多达十几个 但没有一个统一的调度和指挥负责人 部门之间职权重叠 又没有掌握准确的资讯 救援工作进展混乱 事故发生当天上午10点 乘客开始全力逃生时 韩国总统朴景慧就已经接到事故报告 但他随后不知去向 上午11点 就在10月号几乎要没入水中时 中央灾难安全对策部门 向青瓦台报告 没有人员伤亡 随后文化广播公司在上午11点01分 率先播送了这则消息 各家新闻机构相继报道 传上没有人员伤亡 误报持续了长达49分钟 一些家长听闻孩子们 全数获救的消息袭击而弃 他们开始不断尝试 跟孩子们的手机沟通 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屏幕上只有孩子先前发送了遗言 不断刺痛着家长的心 很快他们意识到了不对 在错误资讯被戳穿后 舆论开始急速恶化 提供假消息的中央灾难安全对策部门 承认他们对船上的情况并不知情 另一边救援工作还在混乱中进行 中午12点04分 海军海难救助队到达事故现场 但他们没有潜水设备 无法进入水下救援 只能在4月号周围干等 下午1点42分 海洋警察厅深海潜水特殊救援团 姗姗来迟 但因潮汐影响 救援行动仍然没有展开 傍晚5点15分 时任总统朴景慧终于出面 他对数百名学生被困船中的消息丝毫不知情 对救援工作毫无进展感到万分惊讶 抵达首尔安全行政部大楼后 他甚至询问 我听说学生都穿上救生衣了 有那么难找吗 显然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傍晚6点水下搜救作业首次展开 这次作业只出动了4名潜水员 2名海警和2名海军 过程持续10分钟 没有救出任何人 但政府却谎称投入了118名海警和42名海军 谎言戳穿后引发了民众的愤怒 晚上10点20分 水下搜救作业再次展开 这次作业寻获了一名船员的遗体 和一名尚存生命体征的高中生 他的心跳非常微弱 但抵达医院后不久 还是离开了人世 这天晚上家长们彻夜难眠 凌晨10分 国务总理郑洪源将失踪者家属 安置到了真岛的一所体育馆 并召集记者应付家属 自己打算溜之大吉 愤怒的家属一拥而上包围了他 现场一片混乱 海洋警察厅宣称 即将开始夜间作业 将往舱室注入空气 增加乘客生还的可能 通宵熬夜的家长再也不敢相信 他们不顾阻拦 全体来到了真岛港 想要亲眼目睹现场救援工作 整个晚上海警都在事发海域现场管制 不允许任何人私自靠近潜水营救 官方宣称已经派遣了500多名潜水员参与救援 但有家长看见 4月号周围连一个潜水员都没有 媒体通报这天一共寻获了14具遗体 事故发生的两天后 整艘船完全沉没 这天有越来越多的民间潜水员坐不住了 纷纷申请参加救援 但他们都被海警拦下 连船都开不进去 有关部门和媒体不断发布不实新闻 又不断推翻 事发三天 搜救依然没有任何实质进展 更可气的是 4月号船长和一些船员 贪生怕死 弃乘客于不顾 只顾自己逃生 家长们的愤怒和不满已经到达极点 他们再也不相信有关部门的任何说辞 感到了深深的无助和绝望 直到4月19日 救援工作才算正式展开 海警、海军和民间潜水员都参与到了工作中 凌晨4点 工作人员将三组引导绳架售完毕 以便民间潜水员顺利搜救 一个半小时后 潜水员潜到了水底 巨大的失约号静静的横在眼前 舱内一片死寂 令人触目惊心 体育馆内的家属一同观看水下搜救直播 忍不住痛哭流涕 晚上他们自发召集了一艘调游船 来到四月号沉没地点 海面上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家长们失声痛哭 悼念不幸罹难的子女 当天总计寻获遗体49句 就这样搜寻工作 一直持续到了11月11日 四月号事故发生的209天后 搜寻工作宣告结束 四月号上的476名人员 只有172人获救 其余304人全部罹难或失踪 其中包括第一次向外界呼救的 檀元高中二年级学生崔德夏 这起事故也成为了韩国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海上灾难 事发一年后 2015年 韩国政府与上海打捞局正式签约 将耗自916亿韩元 将四月号船体完整打捞出水 然而打捞作业比预想的难度要大很多 实际支出达到了2800亿韩元 远远超过了之前的金额 突破重处难关 经过两年准备期 2017年3月至4月间 上海打捞局正式开始作业 郑华30号起重船成功将四月号调出海面 然后运送至穆浦新港 在沉没的1091天后 四月号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灾难发生后 有关部门对事故原因展开了调查 据了解 事发时AIS关键数据信息丢失 造成事故原因存在争议 以下是最广为流传的几种说法 说法一 货物超载 根据有关部门公布的调查公告 货物超载是导致四月号沉没的直接原因 船体应急速右转 大量超载货物坠落海中 使得船只左右配重失去平衡 从而向左倾斜 根据执行船员朴寒杰的说法 事发时 他命令舵手照准机 把自动转向系统调整为手动 8点48分准备变更航向时 船身突然失衡 随后船手开始不受控制的右转 照准机试图将舵轮转向左侧 但已不受控制 船手反而更剧烈的向右击转 船身开始向左侧倾斜 大量货柜掉入海中 之后加剧了船身倾斜 到8点53分 四月号已经右转20度 以诡异的J字形轨迹 在海面上飘移 四月号最大载重为987吨 而事发当天 船上共装载了182辆汽车 三辆大型重载卡车 三个钢制水柜 以及大量钢筋 总计装载了2143吨货物 超过了最大载重的两倍多 系严重超载 此外为了容纳超载货物 船员违反规定 从船底抽出大量压舱水 压舱水通常存储在压载水舱中 能够增加船只重量 调整船体重心 保持船舶稳定 如果压舱水不足 可能导致船体发生倾斜后 无法充分调整 当天市约号仅携带了760亿吨压舱水 远远低于要求的标准1703吨 另外市约号的改造 加重了超载对事故发生的影响 为了容纳更多乘客 市约号的三四五层客舱经过扩充 使得重心被拔高了50亿公分 船体更容易发生轻浮 在航行过程中 由于舵机突然不受舵手控制 导致转弯角度过大而酿成悲剧 多数船舶专家也证实了 发生机械故障的可能性 市约号生还船员中 舵手吴永熙亲笔写下自白信 表示市约号船身结构存在偷工减料 二层货舱的隔板完全无法防止海水入侵 一旦海水灌入 只会加速沉没 说法二 故意抛锚 这种观点是纪录片 那天大海中提到的猜测 根据惯性 船体如果右转 应该向右侧倾斜 但市约号却是向左侧倾斜的 因此推测在船重心的左前方 存在某种拉力 把市约号拉向左侧 纪录片指出 根据当时留下的影像资料 市约号离港前 两侧船毛都是黑色 但事故发生后 左侧船毛却掉了漆 并且氧化发红 因此推测 左侧船毛曾经被人为放入水中 而造成船体急转 这种观点认为 市约号的沉船是船员的阴谋 在航行时 有船员故意要让船只沉没 偷偷放下了船毛 导致灾难发生 但市约号船体调查委员会表示 市约号左右船毛 都处于正常收起固定状态 没有进出的痕迹 荷兰海事研究所的实验模拟证明 船毛即使放下 也不足以导致沉没 说法三 外力撞击 这种说法一度在民间广为流传 根据公开航计图与雷达影像等证据 有专家指出 事发时市约号身后有个巨大的物体 其体积远大于货柜 且能够自行转换方向 这一观点认为 市约号在事发时的不合理轨迹 是潜艇撞击造成的 另外 生还乘客证实在事发时 听到过不明巨响 种种线索都指向了这一理论 然而随着船体打捞上岸 英国Brooks Bell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 打捞后的事约号船体表面 并未发现明显冲撞痕迹 在之后的一份调查报告中 又没有完全排除外力撞击的理论 但结论是 外力碰撞的可能性非常低 如果说灾难的发生 是由于货物超载 船体改造 突然转向的原因 那么在事故发生后 船长船员 以及有关部门的种种行径 都不禁让人急被发凉 为何救而不救 成为了民众关心的焦点 可以说 人祸才是造成300多名乘客 不幸罹难的根本原因 首先 船长和船员多次受到明确指示 要求组织乘客穿上救生衣 立刻撤离 当时船的倾斜角度还不大 若能及时疏散乘客 可以极大程度减少伤亡 11号船长和船员 只顾自己逃生 完全不顾乘客性命安危 接到指示后 船员依然要求乘客原地待命 而自己却逃上了救生艇 船长李俊熙事发时在房中休息 听到响动才爬上顶层甲板 获救时 他甚至只穿着长袖衬衫和短裤 作为最了解失约号状况的人 他们在成功撤离后 也没有协助救援人员展开营救 丝毫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大副江源之曾不接受 真导航管中心的疏散指令 他表示船上乘客太多 无法全部撤离 但实际上失约号上共配备44艘小型救生艇 每艘可容纳25人 还有4套海上撤离系统 每套可容纳250人 这些设备总共可供2100人逃生 当时失约号上的总人数是476人 如果救援组织得当 完全有机会全部获救 但事故发生后只动用了两艘救生艇 航管中心再三强调 只要乘客跳入水中 附近的船只可以保证大家获救 但没有乘客收到指令 他们只是一遍遍的听到 让大家原地待命的通知 海洋警察厅的行动非常消极 还阻止热心民间人士接近现场 导致救援无法及时展开 根据全罗南道201号余政船提供的影像资料 在4月号轻浮前 几乎看不到海警的身影 后来的海警在救下船长和船员后 就开始躊躇不前 反而是之后到达的朴生鸡和民间渔船 主导了救援 要不是有他们 还会有更多乘客罹难 在救助船员时 有一位海警曾通过攀爬消防水管 进入驾驶室 这是最后一次可以利用广播提醒 乘客疏散的机会 但海警只是救走船员 之后就离开了 有关部门只能混乱重叠 缺乏统一调度 总统朴警惠在街道事故发生报告后 消失了7小时之久 有传闻称 朴警惠当时在打美容针 也有传闻称 当时他在做头发 至于当天他究竟在做什么 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随着舆论发酵 有关活人献祭的阴谋论 也随之出现 韩国坊间最广为流传的说法 是与勇士教的头目 崔泰明有关 这位崔泰明 是总统朴警惠的闺蜜 崔顺时的父亲 与朴警惠很早就认识 崔泰明 于1994年去世 传说崔泰明 曾在去世前扬言 自己会在20年后重生 而十月号沉船事故 发生在2014年 两者正好相差了20年 另外 崔泰明的既日 英历日期为3月21日 十月号沉船 英历日期为3月17日 两者相差仅有几天 因此有人认为 十月号上死去的300多人 是崔顺时利用闺蜜 朴警惠为其父亲崔泰明 筹划的重生祭品 有传闻称 朴警惠早就知道 沉船的事了 那消失的7小时 是在给崔泰明 做法事 四月号的所属公司 青海镇海运集团 其社长余炳燕 和另一个教派 基督教福音 敬礼会 关系匪浅 他属于 韩国新兴宗教 救援派 早在1992年 该教派就被 韩国基督教长老 判定为异端 余炳燕是 教派创立者的直传弟子 公司的许多传员 又都是该教派的信徒 该教派曾在 1987年造成轰动一时的 五大洋事件 导致32人丧命 而由余炳 亲自命令的 四月二字 也具有宗教内涵 四月号的原船长 在事发前 曾多次报告 传体稳定性的问题 但结果被公司 勒令停职 公司临时调任 李俊熙 担任此次出航的 代理船长 这也让民众 浮想联翩 他们认为 四月号的失事 是社长 余炳燕的阴谋 事故发生后 余炳燕因涉嫌 挪用公款等罪名 被通缉 警方出动 6000人搜捕他 在四月号事故 发生的两个月后 2014年6月 韩国警方宣布 在全罗南道 顺天市的一处田地里 发现了 余炳燕的遗体 其遗体高度腐烂 无法判定死因 但通过牙齿 以及DNA比对 确定是余炳燕本人 他的离弃死亡 无疑给整起事件 增添了一份 诡异神秘的色彩 在四月号打来上来后 还在其中 发现了大量动物遗孩 这让民间有不少人 相信献祭的说法 此次事故 检方针对 船舶沉默责任 及违反乘客救助义务 等五大领域的 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共计399人 成为调查对象 2015年11月 十月号事故 发生的一年多后 此案在韩国大法院 开庭终审 13位大法官一致裁定 十月号船长李俊熙 故意杀人罪 等罪名成立 判处无期徒刑 值得注意的是 该罪名最高可判死刑 不过韩国自1997年后 就没有实际执行 因此李俊熙 最终被判无期徒刑 其余15名获救船员 被判处一年六个月 至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根据幸存学生的证词 有三名船员 在事发时不离不弃 拼尽全力救助船上乘客 到最后一刻 遗憾的是 这三名船员都因公殉职 经过终审 共有53人罪名成立 除船员外 还包括海洋警察厅 青海镇海运公司 等部门的相关人员 历经此次劫难后 檀原高中的幸存者学生们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冲击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 他们重返了校园 许多人一直无法 从这场灾难中走出 常常在晚上梦到事故那天 每每走过校园里熟悉的地方 同学们的身影 又会在眼前浮现 2016年1月 事故发生近两年后 檀原高中为学生们 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 课桌上摆满了鲜花和照片 纪念这些逝去的 曾经如花儿一般灿烂的生命 幸存学生们 带着同学们的照片 再次前往了冀州岛 这天阳光正好 大家带着曾经的伙伴 在美丽的海岛上拍照留念 一起为那场未完成的休学旅行 画上句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